她是身价数益的美女作家 可她天生强大的气场 和时而暴力的性格 却让她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的恐怖魔女 整个韩国都没有几个男人 感冒着生命危险来追求她 可就是这么一个霸气又多金的魔女 却偏偏看上了一个小小的护工 原来在一次新书宣传活动前 当一贯我行我素的魔女 像往常一样站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 一边肆无忌惮地抽着花子 一边开心地破坏花草树木之时 不知道从哪冒出一个不怕死的护工 不仅阻止了她的行为 更像唐僧一样对她进行了一顿 喋喋不休的教育 然而面对着护工这找死的行为 这个一向暴力的魔女 却并没有像平时一样暴梦 夸插给她叶尔光 反而对男孩这种不畏惧自己的傻性度 有了那么点喜欢 看着男孩这傻萌的样子 魔女就更加确信了 这就是她苦苦等待的男人 可此时的魔女哪里知道 自己刚刚选择的这段感情之路 注定是一条铺满荆棘的路 因为这个看似傻乎的男人 不仅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而且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痛苦回忆 早已死死地封住了她的心 静止我时成云烟 消散在彼此眼前 就连说过了再见 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 给我的一切 离不过是在敷衍 你笑得越无邪 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言 我让你爱得更狂言 我爱得更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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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